简单的食材,精致的生活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香肝非常好吃的做法 这样炒好的香肝出锅嫩滑,爽口又入味 鲜香开胃还下饭,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香肝 将它清洗干净,然后切成片 厚度大约或一元硬币一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如果切得太薄容易炒烂 然后准备一小碗洗干净的韭菜 切成长段放入盘中 几个大蒜切成片放入碗中 再加入少许的姜丝,适量的青红椒切成圈放入碗中 最后我们再准备一小块五花肉 将它切成薄片放入盘中 接下来我们平前调个料汁 加入一勺生抽,少许的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一勺食盐,一勺白糖,少许的鸡精 最后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然后加入小半碗的清水搅拌均匀 这样在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不烂的吧 锅里的水烧开以后加入一勺食盐 放入切好的香肝 挫水去除豆腥味 这样挫过水的香肝吃起来会更加的柔软 口感也会更好 挫水两分钟以后捞出放入凉水中过一下凉 这样能防止香肝,凉在一起 接下来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放入切好的五花肉用小火煸炒出油脂 把五花肉炒香 炒至颜色微黄以后下入切好的姜蒜 扁炒出蒜香味以后 把青红胶圈放进来 给它翻炒几下 然后再放入框干水分的香肝 开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几下 翻炒均匀以后再加入切好的韭菜段 把料汁也一起倒进来 继续开大火 把汤汁收至连成 大概炒个30秒左右 把韭菜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韭菜炒香干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香干 口感撕起来嫩滑爽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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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